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喜欢这样扫侧影 如果这样扫的话就会显得脸颊就是陷进去 然后我喜欢整体脑袋能小一圈 但是脸还是鼓出来 有少女感一点吧 所以我都不会往这里面这样扫 都是这样扫侧影 我总结了一下 为什么我化妆总是无效呢 可能是我眼妆不敢下重手的原因 我今天就来画一个比较重的眼妆 用这个眼影盘是卡斯兰的 一个珠珠的礼盒 浅色的开始画吧 先用这个 多画点就像了 然后用一个这个颜色吧 这个深色一点的 涂中间部分 加底下一点就不大面积的扫 然后画眼尾的部分 眼尾换一个小一点的刷子 咱们这个妆是秋冬色系的嘛 我觉得秋冬就跟棕色 粒子色之类的有关 提色就用这个颜色吧 画眼尾 然后下眼瞼也画一些 下眼瞼拿这个颜色中和一下 专业了两个颜色混搭 也给下眼瞼照画一点 哇 太有效效了这个妆 然后提亮一点吧 用这个 这个提亮 我还是用手吧 用刷子我掌控不好 眼下角 然后前面照 用这个颜色提亮一下 是不是眼影画的还可以吧 然后画一下眼线 这个眼线笔是3CE的 我觉得它还挺好用的 很细的头 出水也比较流畅 我就只画眼尾了 因为前面呢 我画不好 可能会毁了我刚刚画的眼影 就是给它延伸一下 也不用画得太长 那我加睫毛 睫毛是这个 一飞冲天睫毛夹 我觉得我化妆这么多年 对加睫毛还是练得挺好的 我以前加睫毛就会是一个直角 现在就是有弧度的 也可能是现在的睫毛夹 都变厉害的原因 并不是我变厉害的 反正就是一只这种金色的 它的刷头很细 所以画出来就会比较自然 也不会有苍蝇腿 我应该只画半边脸 才能展示我有效化妆 大一点 是吧 这个睫毛 下睫毛可以多涂一点 我觉得下睫毛漂亮挺重要的 可以掩盖你不会画下眼影的缺陷 现在眼睛就炯炯有声 因为我这个眉毛太黑了嘛 它本身就太黑了 我需要给它染一个颜色 就染这种棕色吧 染了棕色可能会跟我这个妆容更贴一些 现在眉毛颜色就会淡一点 看起来人会没那么凶 下一步画腮红吧 用这个MAC的土豆泥吧 然后这个它直接可以用手上 可以连着鼻子打一片 主要涂的位置就是黑眼圈以下 我忘记这个黑眼圈了 然后来画唇妆吧 画口红 这个妆其实就差不多完成 这个是那个MAC的995 然后这个是卡兹兰的 也是这个小猪的 看起来像一只铅笔一样 我先用这个打底啊 它因为它是豆沙色 颜色比较浅 哇 它是这种雾面的 好好看这个颜色 真的 感觉直接抹这个就已经很日常了 用手晕开 用这个加深一下嘴唇的中间 哇 叠加也好好看 然后最后定妆 这个是代科的 还有一个定妆的粉饼 我觉得很好用的 Bobbi Brown的这个粉饼 我是看到别的化妆师也在用这个 所以就是得到过认可的一个粉饼 压一下最后定一下妆 我整一下头发 行吗 有效了吗 好看吗 这妆叫啥名呢 就叫秋日出游妆的 我过两天就化这个妆出去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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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